A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次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 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真是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千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天经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旋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直超 及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乐祖 超经乐 点超越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他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 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四体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世人人人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 请能有 这几元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 离苦责乐人生灾事 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分源 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召回我们本有之真志 潜至美之族 人们 永恒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人情之中发挥真我 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 至于至谦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屈己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宣传自在 二多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 受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弥昧了良心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战造了天灾人火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鞋 因此上帝鸿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是 以万救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 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有人力不可万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必能灾地结 逢凶化吉 此事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 并痛死亡的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就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欺读畅广 是以智慧者又建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 苦修苦行 仍难以仿的名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谱传 天造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放念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待人处世 结合于良知 在年之后 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